菲律宾不断作死 疯狂跪舔美国 对中国各种针对 如今南海惊陷万吨拖船 大型施工现场即将开始 菲律宾要吃大苦头了 一 为什么菲律宾选择了跪舔美国 小马克思为啥毫无原则的跪舔美国 因为他的家族都是美国殖民时代的受益者 他爹老马克思在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 就是美非联军的军官 后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吕颂八省行政官 是在美国的扶持下 一步步最终走到了总统的位置 1965年老马克思成为菲律宾总统 一直干了20年 这祸在菲律宾当总统的时候紧贴美国 把贪腐搞成了一门艺术 把菲律宾搞成了自己的私人公司 他修改法律 压制媒体 打击反对派 独揽大权 接着开始疯狂的贪腐和侵吞国家财产 菲律宾的石头都要被他炸出油来 菲律宾所有发生的经济往来 老马克思都要过一手 都要抽好出费 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挣钱 他就要做什么 要么成立自己的公司 要么在原来的公司里面持股 比如制塘工业是菲律宾的出口创收支柱产业 马克思早就垂涎三尺 他先是成立了一些公司 通过制定法律使这些公司 在种植 压榨 营销方面占据优势 然后又成立了菲律宾糖交易所 垄断了糖的出口贸易 除了他谁都不许搞 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 在高价出售 赚得没开眼相 数前数到手抽金 最终宣布制塘工业不受最低工资法的约束 导致50万制塘工人每天的收入 连一美元都没有 接下来从制塘开始 马克思将菲律宾所有的产业全部收入口袋 一个都不放过 首先是农业支柱产业的椰子 香蕉 烟草 接着开始把持了菲律宾的工业 进而控制了整个菲律宾的经济 到了最后丧心病狂 干脆自己开银行 把其他的银行都给挤死了 只要是菲律宾的生意 都是他的 到最后马克思来者不拒 只要钱不要脸 什么都要挣 把战后日本对菲律宾的战争赔款 都自己给吃了 搞到最后 菲律宾一塌糊涂 马克思赚得盆满钵满 美国都看不下去了 说你好歹原来是我的殖民地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我真心丢不起这个人 马克思早就想好了退路 把自己捞来的巨额财富 全部在美国购买资产 老马克思挣钱 已经到了胆大包天的地步 直接找美国驻菲律宾军事基地要好处 美国最后实在受不了 让国会议员公开揭露 马克思通过贪污手段 在美国续制财产 把他在美国的资产给报了出来 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国内的反对声音此起彼伏 最后铁杆心腹也选择了背叛 老马克思黯然下台 但毕竟已经牢够了 放在美国的财富十辈子都花不完 你看了老马克思这德行 就知道为啥现在小马克思 无脑站队美国 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要让整个菲律宾成为炮灰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没有所谓的国家利益 菲律宾仅仅是他们敛财的工具而已 这小马克思话是说的好听 所谓寻找平衡 都是屁话 在行为上那全是在于 美国狼狈为奸围堵中国 将菲律宾能租借的军事基地 全给了美国 最近给出去的四个军事基地 三个锦铃挖岛 一个就在南沙群岛边上 要说不是针对中国 那谁都不相信 二破烂的57号军舰 菲律宾的流氓手段 但是菲律宾疯狂作死 苦日子很快就要到了 这里我们要先说下仁爱礁 在南沙群岛中部海域 有一个我们打造的5.6平方公里的美济岛 是南沙第一大岛 也是罕见的大型避风两岗 这里渔业资源丰富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在这里发展了气象设施 通讯设施 光伏发电设施 渔业补给设施 和防卫设施等各种基础建设 2012年时 中国渔民在这里成立了美济村 是中国最年轻的新政村 2015年时 我们在美济岛修建了2600多米长的机场 可以供大型飞机的起落 事实上美济岛已经成为了不沉的航母 20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啥都没有的珊瑚礁 在基建狂魔的努力下 硬生生的变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岛屿 看到这一切 菲律宾羡慕极度的要发狂 对美济岛基于已久 但是想拿到美济岛那简直做梦都不敢想 于是 他们把目光 就看向了距离33公里的人爱骄 1999年 北约轰炸我大使馆 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就在第二天 菲律宾成我方不备 派遣57号坦克登陆舰闯进了仁爱礁 随后发生了搁浅 对于菲律宾的这个行为 我外交部随后提出了严正抗议 菲律宾说我错了 马上就会把登陆舰拖走 但这一拖就拖了20多年 搁浅之后的菲律宾的57号舰 赖在这里不走了 摆明了就是耍流氓 其实菲律宾的意思很清楚 就是我没有能力造岛 我就停个军舰到这里 以这个军舰为中心 慢慢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时我们正在发展阶段 海军的实力确实有限 于是就在外围把57号舰给封锁了起来 菲律宾再有军舰想靠近仁爱礁 全部都被我们驱散了 三菲律宾的荒岛求生与唐壁挡车 因为菲律宾的57号舰 还是二战期间美军的登陆舰 到现在服役时间都超过90年了 早就已经老旧不堪 成为了一堆废铁 搁浅在仁爱叫20多年里 风吹日晒 在这样高温高盐的环境下 船只上秀气斑斑 被海水腐蚀的一塌糊涂 破洞一个接一个 有成功到57号舰上 送食物的菲律宾渔民说 只要一下雨 没有一个房间不漏水 只要风一吹 整个船都各自乱晃 我们的做法就是 渔民们如果是送食物 有时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休想送水泥刚才的补给物品 其实想法很明确 就是让菲律宾做小丑 这个破船最多还能撑个几年就解体了 可是在最近 菲律宾不是在跪舔美国吗 形势又出现了变化 四 南海必将出现永不沉没的双航母 次次抵达人爱交海域的托船 根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显示 是中国的大型民用托船 船宽约9米 长约60米 托拽马力超过了1万匹 而在托船动力标准中 一马力可托拽9吨 那么这个托船的托拽力可以达到9万吨 别说破败不堪的菲律宾 57号军舰只有4000吨 连美国的航母都能给它拖走 这次用这么大马力的托船 估计是考虑到菲律宾在几十年前有小动作 比如搞什么铁链拴在珊瑚礁上的非法加固 但别说你这么干 你就算拴美国的航母上这次都给你拖走 其实中国一直在南海对周边的邻居 保持的态度还是以和为贵 可以说 东盟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摸清楚了中国的脾气 学会了和中国和平相处 南海已经呈现出非常稳定繁荣的局面 今天的美国 美债都要违约了 到时候连美军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是既没有胡萝卜也没有大棒 而中国是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 最典型的就是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时期 想做死 我们就在南海教他做人 学乖了 就享受经济利益菲律宾好好发展 可以说中国已经相当给面子了 那几年连填倒的速度都变慢了 但是奈何马克思天生就是填狗派 带着菲律宾一路疯狂做死 我都可以预料到后面几个月发生什么 首先就是57号座位破烂被拖走 跟着就是仁爱礁的大型失控现场就要开始了 所以用不了三年 我们在这里形成仁爱岛 美济岛双岛坐镇格局 成为南海永不沉默的双航母 想起来都美滋滋 而菲律宾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 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是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 但是菲律宾离不开中国 但它对中国来说却毫无价值 中国给菲律宾的订单可以给任何国家 因为它完全没有不可替代的产品 到时候随便经济上动一动 菲律宾的经济就等着大滑坡吧 只能对马克思说还要继续做死 那到时候造岛都要造到你家门口去了